运动选手越来越强 其实器材也是很重要的 现在的专业运动训练呢 如果想要让选手取得更好的表现 靠科技辅助已经不可少 但是周边的量测设备 不一定都得花大钱 像是师大创新运动科技研究室 就研发出了全球最迷你的功率量测器 相较于国外大厂产品 动辄好几万 MIT的只要几千块 只是虽然价差好几十倍 精准度可是一点都不熟人 骑上宝贝爱车迎风快速奔驰 吴冠荣投入铁人三项资历十几年 曾担任国家代表队选手 还得过台湾冠军 每次练习他要求自己更精进 而友台感测器 成了吴冠荣的训练小帮手 依照你给的 你踩踏的力量的多跟少 它会及时的显示在我们的车表上面 我在通勤或者是说在训练的时候 都可以有一个数据来参考 我到底进步了没有 或者说我这一段路线 有没有跟之前的那个同样的路线 然后有成绩有进步这样子 每踩一下踏板花多少力气 立刻变成量化数据 帮助运动员自我提升 而这些资讯全靠直径 精进五元硬币大小的功率器 精准量测而来 其实它有很多种形态 有大盘式的有花骨式的 那其实我们只要一颗SENS 就可以取代这些功能 套身最准的 然后它这样一套是要十万块 那像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厂商 它所开发出来的 可能几千块就可以解决了 小小一颗功率器 内建感测技术 透过胎压变化 接收踩踏力量 就可测出速度 踏平和功率 精准量化运动成果 靠蓝牙传输 用手机APP 秀出数据 上次训练和这次做比较 进步或退步看数字一目了然 触摸每处关节 仿佛中医师整脉 运动员腿上 粘贴十几个反光球 靠着天花板周围 架设的3D动作分析系统 读取反光球回馈的移动讯号 快慢分毫不差 连膝盖弯曲几度 也能提供参数 避免因失利不当 影响运动表现 就是在选手训练过程的后半段 或者是比赛的后半段 那个时候肌肉比较疲劳 就容易造成一些伤害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 透过一些感测科技 去量测在选手训练过程之中 它是不是可以达到疲劳的效果 那假如到了疲劳之后 我们可以预估的话 其实就可以去降低它的伤害风险 师大创新运动科技研究室 十几位团队成员 具备物理治疗 医学 电机资讯和商品设计背景 他们研发的产品 不只有师大代表队试用 科技大厂也寻求合作 导入虚拟实境 要让运动事半功倍 手机的摄影机 或者一般的摄影机 去做很多高速的拍摄 那把这些影像去做一些结合 其实就可以去做 很多的动作回馈 把这些3D的这种分析的系统 得到的这些数据 去转到VR里面去 把VR去导入到 我们的训练环境里面去 其实可以让学生更容易 而且更方便地去看到 自己的动作形态 自行车架前后上下 可随意伸缩调整 那现在两前臂长 那请你把手肘 放在这个平台上面 好 虎口张开 连手臂长度都要精准 他们不是定做衣服 而是根据车手体型 打造最适合的比赛力气 调整出车架最佳角度 戴上面罩 车手踩着踏板 阻力逐渐增强 这台能量代谢系统 会监控耗氧量 判断选手的训练方式 是否恰当 自行车即健康科技工业研发中心 不只靠数据验收训练成果 还加入经济部科专计划 推动国车国造 替奥运选手萧美玉 扬升定制轻量化 低风组 结构轻巧 专属做棋 让他有更轻 更适合他的一个 骑乘的一个tempo 这个是刚性的问题 更轻是材料的问题 然后我们骑乘的时候 有阻力 有阻力有是那个 他身体的衣服的配合 跟车子形状的配合 然后还有我们内部 机械的一个阻力 我们把这些东西降到最低 前方下坡或上坡 经过GPS定位的手机 提前动态预警 这套摔车通报系统 搭配多处感测器 除了转动龙头 LED方向灯能自动亮起外 车况也会上传云端 方便教练监控选手表现 它的龙头的一个转向的角度 车身的偏白 甚至它踩踏的速度 踏平等等 自行车的教练来讲 是非常有用的 他可以去掌握 这么多的一个车手 他的一个实际 在入骑的一个状态 谁说运动一定要很专业 透过VR虚拟实境 也能边玩边体验 记者正在越南的下楼 安华独木舟 如果想顺利 而且快速地抵达终点 其实很需要操控 传讲时的灵敏度和平衡感 未来这套VR的体验游戏 也会进驻世大运 让外国选手也来体验看看 向右向左或快或慢 得靠摇动船桨的技巧 帮助自己前进 不想滑到手臂酸痛 不妨潜入海底和绿西龟 保育类与种龙王雕一同悠游 就连消失的绿岛大香菇 也透过虚拟实境 在眼前重现 自测会VR体验 要让世大运选手 走进新石器时代悲难文化 并欣赏在地风光 但如何把娱乐应用 进阶为专业级运动训练 软硬整合挑战不小 棒球的球棒上面加一些sensor 我就会很容易抓住 选手在挥极的速度 打到球的这种强度 跟他挥棒的这种角度 对不对 可以提供他更多的 运动科技上面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们未来会朝这个方面 透过类似体感 去实现这一个部分的内容 大数据加上物联网 包括训练系统 机能衣 运动袜 运动鞋和硬体器材 都与运动科技息息相关 台湾拥有供应链优势 潜力不容小觑 TVB的新闻 廖广斌大元力 台北台中采访报导